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林哥 因為最近大陸的鸚鵡熱的案例爆發 那搞得大家真的是人心慌慌 所有人都怕的一個花開富貴 甚至有人因為這樣不敢養鸚鵡 那今天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鸚鵡熱的相關資訊 因為最近有接到一些觀眾的私訊 所以我們就盡量找網路上的資料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鸚鵡熱這個話題 那我們這次的資料來源是衛生福利部的疾病管治署 首先一定會有觀眾好奇說 欸鸚鵡熱是什麼樣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那麼恐怖 先不談有沒有那麼恐怖 那我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鸚鵡熱呢他是經由皮育菌所引起的 人畜共通傳染疾病 那他還有另一個名稱叫做四鳥病 你是汙泥 一直回應 好那他是這種細菌呢 他廣泛分佈於全世界的鳥類 哺乳類跟爬蟲類 所以他其實不單單只是鳥 除了我們的鳥之外呢 他也會感染牛 山羊綿羊 進而引起全身性疾病 而且這種病呢他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不會跟你說只有今天限定 他沒有季節性的 他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他比較常發生在寵物店 高原子男性身上 欸沒有啊 大量禽鳥飼養者 還有我們的歌色都有可能爆發曲劇 那說到這邊呢可能有些觀眾應該就覺得說 怎麼這麼可怕是不是覺得 青鳥應該遠離我們了 欸不一定喔 等等聽我微微道來 我們先吸一下 緩和一下情緒 經過剛才一番介紹是不是有些觀眾好奇說 既然在鳥的身上這麼嚴重 那對於我們居駕環境會不會有影響 知道的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公佈答案 其實不會 正義文是不是很失望 來我們再吸一下 我們整理了以下幾點 避免危機發生的防範處理措施 首先第一點 做好環境清潔 你如果真的很怕的話 你可以戴著手套 口罩去清理尿容 那清完之後再洗手 好不好 第二點 不飼養 購買 來路不明的清尿 像我們家龍哥 那個來路很明確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三 定期檢驗他們的身體狀況 這個健康檢查 是 一定要做的 好不好 對不對 4 新進的鳥 跟家裡的原住民 至少要隔離6週 之前是說1週 但是現在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話 這個期限就得加強 6週 好不好 好 我們剛才講完這個防範措施 一定會有觀眾好奇說 如果不小心感染了 怎麼辦 那根據疾病管制屬的資訊 他說這個病毒的潛伏期 大概是5到14天 那甚至還有更長的就是我 好啊沒有啊是28天 我們不要亂開車 正經一點好不好 那我們人會感染呢 首先呢可能是因為 吸入受污染的飛沫或塵土 這是龍哥他很健康 大家不要誤會 根據我們參考的資料呢 大部分的案例都是發生於 動物傳人 就是比較沒有人傳人的案例 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恐慌 那也不要因為恐慌呢 就緊張 那緊張呢 就去氣癢 剛剛好像都還沒有講 受感染了怎麼辦 受到感染了 我們的居駕環境呢 都要用漂白水去進行消毒 然後還要保持通風 然後我們的病鳥呢 不是你不是你 就是要交給醫生去做治療 就是一定要的嘛 應該要說 你的鳥只要平常的 健康狀況有異常 就是異於平常的表現呢 你就要交給醫生去處理了 那有些觀眾可能會習慣上網問問題 那這不是不好 只是說 思想想要做一些功課 有些問題是真的 沒有什麼必要性 或者是只能交給醫生去處理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直接交給醫生了 對吧 好那總之呢 如果說你不會去判斷的話 可以看我跟屈原拍過一部 就是關於怎麼判斷 鸚鵡有沒有健康的影片 好那最後總結 這個鸚鵡熱呢 目前還沒有人穿刃的案例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緊張 目前我們的本土還沒有這個案例發生 所以大家也不要過度恐慌 然後平常的這些防範措施都做好 就上述的嘛 保持環境清潔啊 然後 這些溫度濕度都做好控管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 就是給鳥一個乾淨的居住環境 那我們人的居住環境也會安全 總之呢 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就過度的恐慌去棄養 養蟲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們一養就是要養到他 受終正寢好不好 不要去棄養 不要給了他希望最後拋棄他 這種行為是渣男渣女才會做的 好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那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要獲得更多資訊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FB粉專或IG 就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那不要忘了 好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啦 拜拜